好 邱国正部长坦言 他说两岸关心现在不但严峻 而且如果稍微处理不慎的话 事态会很严重 二十大开完会之后 我们的国防部长表态 目前两岸的情况是稍有不慎 可能就会很严重 我们回顾一下二十大刚刚结束 但是习近平现在是第三任期 他在十九大的时候 当时讲到对台的谈话 他怎么说呢 当时他还说两岸一家亲 可是到了二十大 你听到他的口风改了 他说反台独 还有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 看起来话是重得多 另外这次据说叫做 所谓的支台派的大举入场 包括这位叫做蔡奇受到关注 他曾经叫做北京的市委书记 可是在更早更早的时候 其实他曾经有来过台湾 我们来看到在2012年的时候 他在他的微博上 其实po了他的台湾型的日记 当时访台有七天六夜来探访亲友 因为他的二舅舅其实在台湾 所以他借着探亲的名义 来到台湾之后 走访了基北宜头竹高等地 而且他还大自然说台湾的超商 让他印象非常的深刻 而他最后的心得还写说 只有交流才能够促进融合 显然当时看起来对台湾的观感不错 而且这个也是对台湾很友善的 这样一个看法 不过传出他入常之后 这篇微博的文章就被秒三文了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当然可以找到别人转po的文章 可是他自己写的那份已经不见了 态度在入常之后 是不是会改变呢 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 他这一次的国庆谈话 他说在理性平等还有相互尊重之下 我们愿意和北京当局寻求双方 可以接受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法 维持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 这个是总统的国庆谈话 但是在二十大结束之后 目前为止总统没有任何的表态 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老是为了想要选举选上 但是国家利益就被蔡政府给牺牲掉了 在中美对抗局面之下 台湾要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他认为是个难题 而邱国正也说 国军是为了中华民国而战 不是为了美国而战 要知道作战一旦枪响就停不下来了 一定要非常的慎重啊 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这一次的二十大 有很多被关注的焦点都在台湾 法国原本被认为会借零退休的王毅 晋升成为政治局的委员 不少人就担心他强硬的外交 态度会让台海的局势更紧张 我们看到蔡总统在国庆谈话上 不是才提到说要在对等和平尊严之下 和对方解决台海的争议吗 那二十大 对方的话讲完了 人马也布局结束 蔡政府怎么到现在都还不表态呢 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这个大清委员怎么看 是我想蔡英文早就表态了 他先前就已经表态 决定要当美国的棋子 那么决定扮演像泽伦斯基一样的角色 决定把台湾绑上了美国的战车 跟美国共存亡 成为美国来削弱这个中国大陆国力的一把匕首 那么民进党政府现在只是积极的在进行落实 他这个跟美国结盟这些一些相关的作为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可以看到 美国会有更多的军事人员进入台湾 美国会有更多的军备储藏在台湾 美国会要求台湾人人皆兵 要求我们的年轻的孩子伏兵的这个年限要拉长 要求我们现在的青年朋友 在进行后背的相关训练的时候要更为严格 台湾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件事 就是准备为美国来打仗 那么事实上习近平要不要启动台海的战争的关键 不是在习近平要不要 而是在于美国跟民进党要不要习近平启动台海的战争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的核心的所在 台湾的状况就跟乌克兰是一样的 不管是这个习近平或者是普丁 我相信他们在他们的这个时间表上 都有更多更重要的内部的问题要来进行解决 不管是乌克兰的问题或者是台湾的问题 恐怕原本都不是普丁或习近平被摆到 这个优先处理问题的这个时间表上的一些议案 但是为什么俄乌战争会爆发 因为美国希望俄乌战争爆发 美国明知道俄乌战争要打了 美国都不进行足够的外交斡旋 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俄乌战争打起来 他早就准备要利用乌克兰牺牲乌克兰来削弱俄罗斯 今天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台湾 明明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有可能要动手了 你民进党跟美国不断的在踩红线 不断的玩火不断的挑衅 你不断的在激怒中国大陆 你就跟当时你在对付普丁是一样的 你把普丁逼到墙角 逼他不得不发动战争 现在你准备把习近平逼到墙角 逼他不得不发动战争 发动战争最后战火涂炭这个森林的 造成最大损失的是谁 还是台湾的人民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很吊诡的事情 就美国的这些政治人物 美国的军事官员 包含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不断的在跟我们灌输 说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 不是明年就是后年 每一年都有排这个不同的说法 那大家想想看 当你知道战争要爆发了 这个正常的人该做的是什么 正常人该做的是避免战争 而不是准备战争 大家仔细看一下 台湾现在在做的是什么 我们在做的是准备战争 我们不是避免战争 所以代表的是美国跟民进党 根本就没有打算避战 他准备要迎接战争了 所以他要让台湾在短时间之内 做好战争的准备 这不是一个很吊诡 很奇怪 完全不合逻辑的做法吗 也就是说今天对民进党 很多政治人物 特别是像蔡英文 这些有国防外交主导权的人来说 他今天眼中看的 已经不是台湾的利益了 他今天眼中看的 只是要如何捍卫 他老大哥美国的利益 台湾不要为美国而战 这是邱国正说的 可是台湾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为美国而战 把台湾推到战火的 也是美国 我们看到这次二十大 大家都在看政治局常委的名单 到底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 大家都注意到 就是所谓的支台派大举入场 外媒点出 原本被认为会退休的 王毅都晋升成了政治局的委员了 就很担心他的态度 很强硬的话 恐怕让台海的局势 会变得更紧张 好 再来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蔡奇 所谓的支台派 因为她在福建 曾经政官15年 她曾经来过台湾 有非常深厚的设台经验 好 所以说 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当时 这个曾经说 要交流才能够促进融合的蔡奇 现在因为入场之后 这篇文章就已经被删掉 找不到了 所以是不是代表 她的态度也正在 微妙的改变当中呢 我们看到十九大的时候 习近平还在喊两岸一家亲 到了二十大 变成喊反外国势力介入来搞台独 所以民众就很担心 如果绿营为了选举继续来配合美国 要所谓的打抗中保台的话 会不会害惨台湾呢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哥 因为柯文哲就说了 这恐怕是台湾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难题 因为蔡政府老是为了想要选上 就会牺牲国家的利益 所以如果蔡政府继续这样的激化 为了选举而不惜把台湾推上火线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恐怕会被推到危险的边缘呢 大陆现在已经秀出了他们的态度跟底线 蔡政府是不是应该告诉老百姓 他打算把两岸关系带到哪里去 我们可以看到二十大以后 所谓的蔡政府现在还没有讲什么话 都是周边的一些立委或怎么样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二十大全世界的媒体 拆了很多人事案 很多什么接班人什么 那我看通通猜错了 没有人想到蔡奇会入场 蔡奇是何喜人 大家赶快去搜寻 原来他是怎么样 他来过台湾 我很多朋友认识他 很客气 因为福建人嘛 他在福建出身 那我们知道 习近平自己在福建 快十八年了 十七年多 当然 常会的七个人 有两个对福建这么熟的 是代表什么 当然是针对台湾啊 他们讲的话是台湾的 所谓台语其实就是 他们的闽南话 所以所有的这些宗教风俗习惯 包括信仰的马祖 都一模一样的话 那代表什么 代表他要用更多的力量 然后来应付两岸的关系 像陆委会主委邱泰山所讲 说将来可能不是武统 而是促龙可能会被更厉害 那不管是用统的或用龙的 那当然他们会有很多手法 这是必然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 十九大讲两岸一家亲 到现在为什么要讲 外部的势力跟台独呢 因为差别最大的 十九大跟二十大 中间这五年 发生了反送中啊 那你香港 香港这些人要搞港独 是美国跟欧洲这些势力 在支持在出钱嘛 那把香港搞了一团招以后 中国大陆 和香港不得不立出了国安法 用更严格的态度 那这个证明它的功用是存在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 外部势力 显然在这一次又被考虑到了 是因为俄乌战争 所以十九大跟二十大中间 反送中间俄乌战争 让中国大陆他会思考 就像刚刚大千委员所讲的 对不对 乌克兰被送上战场 为什么 因为美国 欧洲这些势力在推动 让你去死 可以削弱了俄国的势力 那让台湾人去死 可以削弱中国大陆的势力 那香港人去乱 也可以削弱中国大陆 让他自顾不暇 他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在你内部造成矛盾 纠纷 冲突 甚至很多死亡 那这些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 他们想的无非这件事情 所以习近平 中共这次的态度 才会是这样啊 外部势力 协助台独 台独是谁 当然就是民进党挣钱了 那他们现在越作为得意 可是发现了这一次的选举 好像在卖芒果干 效果不太大 为什么 因为过去支持他们的年轻人 现在突然发现了 过去喊了很高兴 然后最后是他们要去当兵 四个月变一年 然后接下来 那些退伍的年轻人 准备要再征召 再上战场 这个原来所有的后果自己要来承担 所以今天发现民进党的买口 买口干 卖不动了以后 然后今天台海的局势却更紧张 美国海经部长说年底可能就要开始打 台海战争了 海经部长 印太司令部说2023可能就要打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的国安局长 陈明通说 哇 2023之前会以战逼谈 时候的 氛围又开始又在印作了 这个有没有笑 我跟各位保证 绝对没有笑 因为这些都是笑死人 大家在那边 故意来恫吓台湾的老百姓 那用意就是为了选举 那今天看到了 蔡英文战府不图让两岸 有和平的一些机会 一直要用这些选举的手法 其实他的行为糟然漏洁 台湾人显然这次看了就比较清楚了 那情势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的危机 可能也还没有 可是却又有透露出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包括了这个张又霞和何卫东 分别出任了军委会的第一 还有第二副主席 这个张又霞可以说是一个老将 因为他超过67岁了 而且他有实际的作战经验 他可是扎扎实实跟越南打过仗的 而后者何卫东 是长期在台海的前线服役 这一次的围台的军演 就是按照他的规划来实施的 九国阵昨天在立法院就说 如果遭遇到第一级之后 24小时之内 我们的国军会完成动员 那么他也强调 军人都是要避免战争的 而且国军是为中华民国而战 不是为了美国而战 问题是要战要和 不是取决于蔡英文的一念之间吗 国防部长他有插得上话的余地吗 虽然说秋国这样喊话 一旦发生战争 那就是同岛一命 而且这枪一响就停不下来 一定要慎重 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如果说只要每次卖芒果干 就可以让选举得到红利的时候 我们要请教一下德卫委员 蔡英文总统有办法拒绝得了 这样的权力的魔戒吗 我想我们先谈一下昨天秋国正在立法院接受委员的巡答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秋国正是一个标准的军人 所以他认为服从长官的命令保家卫国 这是他一定该做的事情 但是他也特别点出来 台湾应该避战而不是求战 我想他的苦口婆心恐怕蔡英文总统完全没有听到 我们在这部分里面我们来谈一下台海目前的危机到底是谁造成的 刚刚有讲过去中国大陆在十九大的时候习近平讲的是两岸一家亲 而到二十大的现在他的内容完全改变 而且也不会言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两年来感觉起来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这个状况是越来越严厉 但是保台要靠谁啊 保台难道就跟苏文昌一样拿个扫把就可以吗 那是开玩笑的 真正的保台必须要大家团结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是我们不应该主动去挑衅对方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再次的提到台湾 尤其是蔡英文跟他的国安团队 应该好好来思索怎么样来对于两岸的问题来做解决 而不要当美国人的马前卒 我们再看现在美国要求台湾购买大量的武器 但是不会言台湾在美国的武器供给的清单里面还在很后面 所以昨天在立法院关于所谓的军购 我们有部分的军购 美国交给台湾相关武器的时程都延后了 而台湾对外的采购超过65%以上都是跟美国 所以我们依靠美国的武器非常深 难道就像美国的海军部长所说的 假如今年年底就有可能开战 台湾到现在还两手空空 我们跟美国买的武器还没有来的话 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两岸的战争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当然希望 我们的国防部也好 蔡英文总统也好 必须要在这个部分要好好来思索 当然另外国内最近包含国安局陈明通局长 讲到了2023可能中国大陆会以战逼合 甚至于今天有人讲出来说 民进党有人说是以战逼谈 我想中国大陆当他真的要战的时候 他也不想跟你合了 他也不想跟你谈了 他就是要把你打下来 否则他不必用兵 所以我们真的认为 我们现在的执政当局 包含蔡英文总统跟他的国安团队 不要把战争每天挂在嘴边 想要用战争来恐吓台湾人民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真正有智慧的应该是去把台湾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处理好 我们再次的重申 过去的国民党是什么 是核中保台 我们跟中国大陆和平互相的往来 互相增加互动了解 那让两岸都有同时的好处 我觉得这才是对于台湾 2300万人应该做的事 所以我们再次的重申 蔡英文总统不要想要再靠这一种恐中牌 或者反中牌来获取政治上的利益 我们过去的战略规划 其实都是以台海中线为基础 来决定我们要采购什么样的武器 可是现在台海中线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来得及调整吗 那么现在美国最希望可以卖给我们的 就是所谓的叫做不对称作战的武器 就是要来打巷战的 包括像是刺针飞弹 不过就传出台湾向美国采购的刺针飞弹 付了高额的采购款之后 到现在已经七年了 请问飞弹在哪里 一颗都还没来 美国说要协助台湾变成一个刺猬 蔡政府也高喊说 两岸这个台美关系是尖作磐石 可是为什么我们付了钱 却不交货也不摧货呢 为什么不先把我们已经付钱的军备 要求美国赶快送过来呢 政府只付钱不摧货 又不要这个避战谋合 一旦万一两岸随时现在看起来 是有可能擦枪走火的 老百姓难道是要赤手空拳上战场吗 高额怎么看 依照国防部今天的报告 这个所谓兼构型的刺针飞弹 看起来是2025年才会交货 那以现在台湾的国防自主能力 当然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国建国造 或者是我们有自己的自主研发的功能 那另外一方面 现在台美也在合作研发武器 那我觉得就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就这些所谓的军事的武器 从过去可能是一种消耗 现在转而像是投资 然后甚至能够跟民间来做合作 一起研发 这个对于整体的国防战力 或是经济的提升等等 其实是有多重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对美国而言 也因为恶物战争的爆发 其实也影响到 现在武器设备的制造等等的需求 那所以对台湾而言 当然这时候确实是有一些影响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刚刚所说 是不是因为两岸的关系紧张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武器设备的需求 就比较高 那其实大家也知道说 习近平现在迈向第三任 其实整个两岸关系 或是过去的对台的策略 是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并不像是说 过去的美中关系 或是国际关系一样 可以用什么核中啊等等的这种 就可以一语带过 因为毕竟现在美中关系的状况 变成说美国其实包括半导体 包括这些人才等等 都不准跟中国有任何的交易往来等等 所以就代表说 其实这个国际情势 跟国际上对于中国的态度 其实一直在改变 那这也不是台湾一方面的问题 那所以对于台湾而言 我们当然是希望是和平 但是我们也是要做好最好的准备 备战而不求战 那为什么不吹货呢 我想吹应该也是有吹 但是人家人们交货 也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该吹就吹啦好不好 就是如果说要备战的话 希望能够来得及 让这个武器先到台湾来 这个才能够叫做所谓的备战吧 对不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